沒有 因為我後來總算學會了 怎麼樣跟長輩相處 頭其所好 他是鬼嘛 就給他錢 有錢能使鬼歸莫名 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當初就是 在做的時候 然後我常去當班底 然後讓我可以養家活動 你說一代那個時候 他生第一代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是 沒什麼人要把握 一代是立體 因為他知道我 我未婚生子要養下來 我也是那個階段 然後我每次去上都會分享給陳哥 我跟丈母娘吵架的事 然後那時候我還沒有學會 怎麼跟丈母娘相處 每一次去分享的吵架的事情之後 結束錄影結束之後 陳哥會拉我到後面跟我講說 一些人生怎麼樣應對進退的方式 然後我回去之後 我在節目上吵完架 然後陳哥講完之後 回去再跟丈母娘吵合 吵合到後面就確認了一件事情 真正多虧這個節目還有你 拯救了一個家庭 我很謝謝這個節目 除了讓我可以有奶粉錢 然後也讓我學會了怎麼跟長輩相處 他真的教會了我很多事情 但會在說今天算你嗎 沒有 因為我後來總算學會了怎麼樣跟長輩相處 頭其所好 再怎麼樣都是長輩 順著他的毛摸 他不對你可以教訓他 但是順著他的喜好摸 他是鬼嘛就給他錢 有錢能使鬼規模 長輩他喜歡的就這件事 你就給他這個 你順著他喜歡的 你先讓他開心 再牽引他做你想要的 你不能忤逆他 硬規定長輩做你想要的 這都是誠哥在節目裡面有分享的觀念 我真的是在那邊長大 我最記得就是我生老二的時候 誠哥說恭喜你 你還好有生個兒子 你相信我 你會感謝你兒子 因為你受不了 喜媽 氣息 皇太后 三個女的 你會崩潰 你到最後一定會跟你兒子兩個人躲在廁所裡面聊他們三個的壞話 然後那時候最嚴重的時候是 我吵到 我拉我老婆 那當然是過去的事 我跟我老婆其實說 你媽在家我們可能會離婚 我這種話好多講 然後我也跟陳哥講 因為在節目當中 你剛剛有說學到非常多 像是那個 不管是兩性或是婚姻之類的 那你怎麼跟孩子說 得偶要看哪些地方 我兒子剛剛交女朋友 所以他有了一段失敗的經驗 我這一段特別的珍惜 我會希望他不要急 那你在結婚前要幹嘛 累積自己 免於世人不清楚 因為你要如何去判斷這個人是不是 還有很多點嘛 你們那時候只有長相 說這一下的個性 或者學校成績的表現 你得看看他交集什麼朋友啊 看他的家人啊 你們有些什麼樣共同的價值觀 人生觀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目標 有沒有什麼計劃啊 人總不能那麼片面吧 就立體一點吧 對他未來會不會想工作呀 對什麼行業有興趣 他喜歡我什麼呀 我們彼此欣賞對方什麼呀 他點立體一點 還是 感情像他會找你嗎 找他媽媽還想多一點 因為他媽媽看起來比較熱忱 然後我可能就會直接告他問題 我可能太絕對我在想他 可能會覺得第一種想 就是在哪裏做之後 大家更免期待又會等 會 一直以來都是 節目不是為了得獎做的 但是得獎對於你的 你的付出 你會覺得你是被支持的 講就夠了其實 這很爽啊 表示你的決定是對的 你做的不對 做對的誰就會看到對的結果 那表示我做的是對的 我就繼續做就好啦 興奮莫名啊 繼續搞啦 搞下去現在你看 得六座就可以叫金鐘居士啦 對吧 再得四座我就叫十全老人 對不對 然後就向全力下宣佈 我不參加比賽了 把機會留給後進 對不對對不對